昨天电话里说好了的 那么今天就全成了壁话了 说涨价就涨价 跟你老板说好了的 150块钱全搬完 嫂子你别急啊 你看 你们家这胡同这么窄 是吧 我们的车得开不进来是不是 我们要把这么多东西 都搬到那个胡同外头去 你不加点钱 你自己也不好意思呀 搬家工人临时涨价 李宝丽和对方理论拒绝加价 她本想让丈夫马学武帮忙说几句 谁知看热闹的马学武缩了回去 无奈之下 李宝丽只能骂马咧咧的同意家家 马学武在汽车厂当办公室主任 最近单位给他分了一套 配备电梯的高层新房 乔前之喜对于李宝丽来说 本是一件开心的事 结果搬家师傅搬东西时 不小心划上了地板 让李宝丽的心情变得糟糕起来 为了缓和气氛 马学武给师傅们发放了香烟 还让儿子去买汽水给师傅们喝 李宝丽见状当场发标起来 从这里就能看出 李宝丽在家里是很强势的 而搬家工人也很同情马学武 临走前和他说了一段话 班家工人的话刺激到了马学武 晚上吃饭时 为庆祝乔仙之喜 李宝丽跟马学武碰杯 马学武却板着个脸 独自喝了一口 李宝丽忍住了 毕竟今天高兴 也就随便马学武怎样 睡前 李宝丽对新家感到百分百满意 因为再过去 每次上厕所都得排队等候 而现在不仅拥有了一个独立的厕所 而且味道都是香的 李宝丽感叹着生活的美好 然而 马学武内心早已积蓄许久 终于爆发了出来 李宝丽 我要跟你离婚 说完 马学武就抱着被子搬到沙发去了 李宝丽听完整个人都猛了 之后 李宝丽将丈夫马学武 要离婚的事情 告诉了他的闺蜜小景 小景表示 马学武一向胆小怕事 这次表现得这么强硬 难道是有外遇了吗 小景的话 让李宝丽产生了怀疑 他决定不能就这么轻易地离婚 要和马学武继续耗下去 小景看到李宝丽不想离婚 便劝他不想离 就要想办法把丈夫留在身边 晚上 李宝丽把马学武的被子抱到房间 马学武因工作需要找了两个同事 帮忙整理文件 晚餐时 面对温柔漂亮的同事小周 马学武谈笑有风生 重新找回了做男人的感觉 回到家 李宝丽主动要为他脱下袜子 却被拒绝了 儿子在李宝丽的引导下 哭着劝爸爸妈妈和好 马学武一眼看穿李宝丽的小心思 对李宝丽的行为并不买招 扭头就进了卫生间 李宝丽则把气砸在儿子身上 哭 哭什么哭 又知道哭你 你别去 第二天 马学武在单位偶遇了小周 小周对他说了一句生日快乐 由于小周在工会工作 所以他记得所有同事的基本信息 然而 马学武却感觉 小周可能对自己有些意思 于是他给李宝丽打了个电话 说自己晚上要接待领导 不回家吃饭 挂掉电话后 李宝丽的内心变得不太平静 平时马学武即使回家很晚 也从未特意打电话提前通知过他 今天却特意打电话告知自己 这让李宝丽觉得是有蹊跷 他决定看看丈夫接待的是哪个领导 李宝丽请假后 就来到丈夫的场子蹲守 马学武下班后 静止向右拐了出去 而李宝丽紧追不舍 他发现马学武和小周 在水果摊前购买了一些水果 然后一起走得很亲密 动作间透露出一种暧昧的氛围 随后他们进入一家宾馆 吃一颗 李宝丽感到心如死灰 身体仿佛被抽干了力气 他瘫坐在地上 然而 李宝丽很快恢复了冷静 装作若无其事地走进宾馆 他谎称自己是亲戚 并向老板娘打听到 刚刚两人入住的房间号 他来到门前 听到里面传来叫喘声 李宝丽拿起灭火器 准备破门而入 但突然旁边传来孩子 喊妈妈的声音 这一声孩子的呼唤 让李宝丽停下了脚步 他想到了自己的儿子 为了全家人整整齐齐 他放下了手中的灭火器 但他心有不甘 于是在附近的小卖部 给派出所打去了电话 而李宝丽并没有想到此举 会让他的下半辈子 过得如万箭穿心 很快警察就赶到现场 带走了两人 第二天 厂长向李宝丽透露 派出所已经了解了情况 并进行了一次简单的询问 甚至没有进行详细的笔录记录 然后就离开了 这个消息让马学武感到恐惧 他准备迎接李宝丽的愤怒和责备 却没想到李宝丽出奇的平静 面对丈夫的出轨 妻子选择了 不哭不闹不上吊 也不想离婚的方式处理 这种冷静的反应 让马学武感到更加忐忑和困惑 他不知道如何应对这个局面 或许是因为内心的愧疚 马学武开始主动顺着 李宝丽的意愿行事 试图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 然而正是这种优越感 也让他更加刻薄强势 甚至在闺蜜来家里吃饭的时候 也是寒沙摄影的冷嘲热讽 这也让马学武更加无地自容 是啊 菜没变 有人的口味变 马学武 你怎么不吃啊 不好吃啊 嫌不好吃 找别人做给你吃 闺蜜见李宝丽的行为 都觉得他有些过分 你对你们家马学武有点过分啊 不管怎么样 他还是回来了 我要不打电话报警 他能回来 你说什么 你疯了 我就是不想让别人把马学武抢走 你早干什么亲了你 你早为什么不好好对他呢 你要让他赖在你身边不想走 那才叫你的本事 我老娘去世的时候 他是怎么跪在地上 保证一辈子好好照顾我的 我家里条件是不好 菜场卖菜人的姑娘 可凭我的长相 追我的人也不少 这你知道 我选他个乡下人 是他的福气 他凭什么不好好对我 还要我好好对他 你别瞎说啊 敬出些狗屁话 闺蜜小警提醒他 千万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报警这事 而从两人的对话中可以看出 李宝丽对马学武乡下人身份的歧视 是矛盾的根源 好不容易过了几天安生日子 马学武母亲的到来 打破了他们宁静的生活 因为老家拆迁 母亲没地方住 马学武就把他接到家里来住 只是没和李宝丽打招呼 所以见到婆婆时 李宝丽的脸瞬间阴沉下来 当他们刚走进电梯时 李宝丽面对着婆婆笑脸相迎 却只冷冷地称呼他一声妈 然后静止转过身去 就连丈夫热心地提醒李宝丽 也被他置入网闻 这进一步 使马学武的内心感到更加窘迫 回到家后 李宝丽将马学武叫到屋内 一份填膺地质问他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马学武显得异常卑微 低声告诉李宝丽 他的母亲现在没有地方可住 而他作为家里的独子 只好让他过来跟着自己 然而 李宝丽却对此毫不动容 马学武只好说 房子是常理给他的 他接母亲过来住 用不着李宝丽管 李宝丽就拿他之前的龌龊行为 导致失去主任职位说事 两人的争吵引起了婆婆的注意 他把马学武叫了出来 说了几句后 马学武的母亲 拿起行李准备离开 是从马学武的母亲 在台阶上独自抹起了眼泪 最终 在孙子挽留的情况下 他还是回到了屋内 面对婆婆不停地抽气 李宝丽只能默默地 搬出一张折叠床 而马学武的眼神空洞 脸容暗淡 仿佛生活的遭遇 正在剥夺他狗活的希望 在长时间的心灵苦闷之后 他鼓起勇气 再次找到周芬 并向他倾诉了一番深情告白 他希望这个曾经的婚乐 能够为他点燃一束明亮的光芒 然而 小周却告诉他 马学武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 回到厂里 厂长找到他 厂里边呢 马上宣布第一批下岗人员的名单 有你一个 凭什么让我下岗 这还有问呢 在外面那些瞎搞的人多的是 但是被公安局抓到的就你一个 上面局里领导对你这个事很烦心 厂里边怎么好在于你 就这样 马学武下岗了 偷刑被抓的事 仿佛成了他一辈子都摆脱不掉的污点 如今他失去了爱情 失去了工作 生活的戏剧性转折 彻底扼杀了他最后的生存希望 他带着彻底的绝望选择了自杀 当得知丈夫跳江后 李宝丽这才反应过来 他颤抖地接过警察递过来的遗书 李宝丽翻他下一页时 确实一片空白 他尝试翻了一页又一页 丈夫竟然没有给他留下任何的直言片语 在葬礼过后 婆婆不断自责地责怪自己 不应该来到城里 而儿子冲向李宝丽 不停地打他 哭喊着让他还自己的爸爸 然而李宝丽始终无法理解 生活明明越来越好 他们都搬到了新家 为什么丈夫还要选择跳江自杀呢 闺蜜却表示 可能是新房的风水问题 我第一次去你那个新屋啊 我就觉得那个房子有问题 怎么了 你自己回去看看啊 我们的七条八条路 都从你家楼下扎过去 各个方向都有 风水上这叫什么你知道吧 万箭穿心 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不好 你别吓唬我 什么万箭穿心呢 我就不信这个鞋 李宝丽不信邪 还表示要让日子过得万正光芒 晚上回到家 李宝丽想让儿子跟自己一起睡 可儿子却把爸爸的死怪在他头上 只愿意跟奶奶睡 李宝丽就想抢了儿子 奶奶却说 别再嚷孩子了 学武让你嚷得跳了江 难道你让我们也去跳啊 什么叫我吼得跳了江啊 我也下岗了 不一样找事做 汉口下岗的人这么多 都学他 长江都堵了 我的意思是说 孩子现在正是难过的时候 他想跟着我就依着他 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行不行 话都叫你说了 我能说不行 为了供儿子上学 也为了维持这个家庭的生计 李宝丽不顾闺蜜的劝阻 依然决定辞去工作 成为了一名扁单工 虽然挑扁单辛苦 但只要他可努力工作 一个月能挣一两千元 不成问题 李宝丽将挣来的钱 全部交给婆婆 请求她帮忙照顾好儿子 然而 无论李宝丽如何辛勤地付出 儿子始终对她保持沉默 不愿与她多说一句话 转眼十年过去 李宝丽依旧日复一日地 穿插在街道的各个角落 如今的她 花白了头发 脸上尽是岁月留下的痕迹 在她辛勤的付出下 儿子也很争气 进入了重点高中 并且一如既往的名列前茅 然而十多年的岁月沉淀 依旧没有消磨掉 儿子对李宝丽的怨恨 婆婆对她也一直心存芥蒂 眼看孙子快满18岁了 她就对李宝丽说 李宝丽有些心寒 她也没说什么 在儿子高考的前两天 李宝丽本想在家里照顾儿子 但婆婆担心她的存在 会影响孙子的心情 进而影响她的高考状态 因此要求保利出去住几天 想到儿子对自己的态度 又为了儿子的前途 李宝丽也只能妥协 李宝丽想给闺蜜打电话求助 但闺蜜正忙着打牌 花到嘴边她便又咽了回去 无奈的李宝丽 只能来到市场管理员 见建家借助 建建也毫不犹豫地收留了她 实际上 建建一直对保利心生爱慕 然而十年前 由于她与人发生冲突 进入监狱 在里面蹲了整整十年 出狱后 虽然时过境迁 但她对李宝丽 仍然照顾有加 这晚 李宝丽正为摔伤手的建建擦背 没想到儿子却突然找上了门 看着母亲凌乱的样子 儿子竟然直呼恶心 这也瞬间引起了建建的不悦 起身就要教育她一番 见两人扭打起来 情急之下 李宝丽抄起酒瓶 砸向建建 建建的小弟听到动静 上来就要弄小宝 李宝丽死地护住儿子 还是渐渐发话 才让两人离开 回去的路上 李宝丽怕影响小宝心态 一边给儿子打伞 一边拼命道歉 第二天 高考开始 李宝丽忙着照顾婆婆住院期间的各项事务 同时也为儿子的高考祈祷 没过多久 儿子以出色的成绩成为了家喻户晓的高考照片 街坊们纷纷表示祝贺 当天晚上 儿子叫李宝丽回家 共进晚餐 李宝丽心中充满了喜悦 以为终于得到了儿子的原谅和认可 然而就在庆祝的时刻 儿子却突然端起酒杯 冷漠地表示要与他断绝关系 儿子的话如立刃 让李宝丽心如刀角 含心如苦地把儿子拉扯大 供他多说 供他吃喝 每天风里来 雨里去 挑起重担穿梭在大街小巷 到头来 却换来了这种结果 李宝丽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和无助 她从未想到 儿子会变得如此冷漠无情 我以前真是傻 八心八肝地为别人 结果一点好都没唠到 我早就跟你说过吧 你的那个房子 那真是叫万贱穿心 这下好了 连儿子都在跟你闹 还是为了这个房子 你说这是不是叫命啊 我就是不信这个命 他要跟我争房子 我就跟他争 看将来传了哪个的信 李宝丽还是不信命 要和儿子争房子 他把儿子约到天台 上来就是一巴掌 马文昭 我生你养你 大半辈子都是为你活的 你有没有良心 我当你还是小孩不懂事 昨天的话 我当你没说过 王子的事 我问过律师 我是你妈 我抚养你 你也有义务赡养我 就算是打官司 你也赢不了 此时 儿子拿出小周的照片 原来他在父亲的书里 找到了这张照片 多年来 他一直试图 揭开父亲跳江的真相 直到最近 才找到了周芬 从他那里得知 父亲跳江当天上午 曾与他见过面 周芬告诉马学武 俩人私会被抓 是因为被人举报 而周芬怀疑举报者 就是李宝丽 为了确认真相 马学武匆忙前往宾馆求证 结果证实了妻子李宝丽 就是举报者 接连的打击 让马学武感到万念俱灰 他回到工厂 又得知自己即将被裁员 这些连续的打击 使他完全失去了生活的希望 于是 他带着自责与怨念 放弃了这绝望的生活 儿子说的 让李宝丽瞬间明白 为啥丈夫 在遗书中对自己只字未提 显然 自己高傲强势的姿态 加上失业的打击 让丈夫失去了生活的希望 这一刻 李宝丽也彻底崩溃了 他哭着跑到江边坐到半夜 这时 瞧上几个青春洋溢的孩子 请李宝丽帮他们拍照 李宝丽看着这些天真无邪 快乐大笑的孩子们 她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 这一刻 李宝丽似乎顿悟了 回到家后 李宝丽开始整理自己的行李 收拾好个人物品 她将房产证留给奶奶 宝丽啊 小宝这孩子不懂事 我说他了 我想通了 我最对不起的 就是小宝 他那么小就没了爸爸 我又没有时间照顾他 刚才回来的路上 我就在想 我的孩子 好像从来没像别的孩子那样 疯啊笑啊玩啊 好像心里压了个事 不像个孩子 要是我走以后 他能像别的孩子 那样高兴 那样玩 叫我干什么都可以 其实想通了 有多大的事 他要就让他拿去 我哪个都不欠了 李宝丽收拾好行李后 婆婆询问他 有没有话留给儿子 李宝丽思索了一会 摇摇头离去 出门后 发现渐渐在楼下 等候多时 他为之前的举动道歉 还在生我的气 我就是个嘴歉 你要心里不爽 你伤我两耳光 我保证一句话不说 你别老是跟我嬉皮笑脸 老子是个命不好的人 我现在正站在 一万根穿心剑前头 你还往我跟前站 我们都过了半辈子的人 谁比谁强多少啊 什么万贱穿心啊 说得怪吓人的 我不信 我也不怕 走走走跟我走 走 最终李宝丽原谅了他 看了一眼 住了十多年的房子后 上了渐渐的面包车 这一幕被远处的小宝 看在眼里 他默默地看着 没有说一句话 电影到此落幕了 不幸的人生有千万种 电影里能演出来的 也仅仅只是万分之一 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里 每个年代的人 都有生死疲劳的宿命 影片万贱穿心 讲的是一个底层女人的悲剧 一个从阶级到性别 都在现实的生活逻辑 重压下的悲剧 说房子风水不好的 实际上并无多大意义 因为这个房子 除了高考状元 说风水和房子完全无关 那么这个故事 也无从说起 因为李宝丽的悲剧 就是从他住进 这个新房子开始 最终 他离开了这个 充满痛苦和困境的房子 这个曾经代表着 美好生活开端的房子 他的离开 也标志着 他新生活的起点 而他的未来 是否会变得更好 电影并没有给出答案 或许 这就像风水一词一样 属于到可倒非常道的范畴 无法被言说 或许就像底层小人物 在这个时代 无法改变一样 即使说出来 也无济于事